各位同学,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的主题是一个很特殊的题型 要你比较A等于√2加√8,B等于√3加√7,C等于√4加√6的大小 那老师在这里先做一下说明 这种题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2加8是10,3加7是10,4加6是10 因此他的做法都是利用惩罚公式之后呢 比较中间向的部分,什么意思?老师解释给你听就知道了 第一个A平方的话会等于√2加√8的平方 就√2的平方加2乘以√2乘以√8加√8的平方 好啦,前后向的话√2的平方是2 √8的平方是8,中间向2乘以√2乘以√8等于2√16 好,前后向把它加起来就是10加上2√16,这是A平方 好,B平方呢,就√3加√7的平方 那根据乘法公式就√3的平方加2乘以√3乘以√7加√7的平方 前后向的话是√3的平方跟√7的平方可以变成3跟7 中间向的话2乘以√3乘以√7是2√21 好,我们把前后向加起来是10加上2√21 好,接着C平方的话是√4加√6的平方 跟前面做法一样 那就√4的平方加2乘以√4乘以√6加上√6的平方 一样前后向的话分别可以变成4跟6 于是4、6加起来又变成10 就10加上2√24 好啦,有A平方、B平方、C平方的时候 诶,整数的部分都有10啊 那就要比,比什么 我们刚刚乘法公式猜的时候的中间一项 A平方的话带2√16 B平方带2√21 C平方带2√24 那因为2√16小于2√21小于2√24 因此A平方小于B平方小于C平方 那因为ABC都是正数 因此A小于B小于C 这样各位同学清楚了吗?